吴比丘 吴比丘当初在那时地方 那个时候叫耶摄 那时候有五十五人 那时候他们也是一群一群的修行人 对不对 吴比丘耶摄五十五人 三家社有一千元 在现场 摄立佛穆建连等两百人 这很多典籍都知道 摄立佛穆建连各领众 好几百人 他们这个修行人 虽然修得没有成就 但是都有大众追随 然后他们都带着这些 就像我们同修度人 你会来到场学佛 你会把你亲戚朋友找来 这里有五个人 吴比丘那里五十五个人 耶摄三家社一千人 我们没有像三家社这么厉害的吧 对不对 有没有人度一千人来的今天 还有设立佛穆建连 共两百人 所以叫做富有比丘 有这么多所说诸疑 这些比丘呢 他有讲很多的疑惑 求佛禁止 求佛禁止 禁止就是什么呢 请佛开示 我是要继续往下修 我要继续往前修 还是我要先停下来 同修你也会来问我 我现在这个事业要继续做下去 继续投资 还是我要停下来 还是我要改行 我这个男朋友女朋友 我要继续交 还是要等静一下 观察一下 还是干脆分手 这个意思 叫做禁止 那这些人他也没有投资生意 这些人也没有交男女朋友 这些人都是比丘 出家人 对不对 这些出家人 求佛禁止 开示 我怎么修下去 禁止 很重要了 就是人如果进退失聚 那就是 就是一个渺茫的人 然后世尊叫赤 叫 你看到前面上一句 上一行第三行 第一句是不是转四地法轮 对不对 这里 第四行最后一句 世尊叫赤 这两句叫什么 法体成就 就是这部法的整个法体成就 为什么 世尊转四圣地 苦极灭道 做师转 劝转 正转 三转法轮 然后 叫赤 无比求极大众 怎么样 一一开悟 一一开悟 这个要怎么讲 你看这个你有没有起鸡皮革的 佛陀的时代 这些弟子众 他跟佛多生累劫 因生缘生 你看这个舍利佛 目见连尊者 目见连尊者 他有一世是小偷 对不对 他就看到人家在拜佛 那个苏油灯 我们这个点灯心 点到第二天第三天 那个时候灯火是不是很微弱 同学你在家里有供油灯吗 没有供油灯 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这里有家里有供苏油 那个灯心每天要换火才会大 不要省那个钱 不要说这是一点点火了 你说再点半天 再熬一天 供佛你要有洗舌 要发心 大家就是在那个 目见连尊者 就是看那个灯 油灯快要烧没了 就昏昏暗暗了 对不对 他就拿 他当小偷拿一把刀 在那边 没有人了 把灯弄亮一点再偷 就把那个灯心调起来 调起来火就是大了一点 对不对 大家吓一跳 那些供品非常庄严 堆叠起来 摆在佛前 他一看到很感动 人家这么虔诚拜佛 我在这里准备要偷佛的东西 非常丢脸 他才发愿 有一个善根要修行 也就是这些人 他跟佛 都跟他的这个 我们在金刚圣教上 上师 大上佛法叫师父 因生缘生 好几世的因缘 到这一世的人 遇到佛了 这个因缘合合 世尊教斥 教化斥令 就上位对下位 叫做斥 就教斥他们 就有开导 开扮的这些 怎么样呢 一一开悟 躲了了 你来你就是阿罗汉 你来你就是辟之佛 你来你就是菩萨 三两句话 教斥 教化斥令 一一开悟 我到现在都起起皮革大 你看那个时代 对不对 你看这个末法 跟那个时代 怎么会出现这种文字 一一开悟 一一还没开悟 现在跟那个正法 佛的诸事差多少 所以你在读佛经 要细细地去读 无群专严